伊麗莎白·克洛達斯博士是一名心臟病專家 治療過數千名患者 他在CNBC刊文特別提醒說 要想保持心臟健康以下五種流行食品 尤其是不好吃得太多 第一就是麵包 很多人都知道麵包和烘焙食品 是我們飲食中鯛的主要來源之一 納攝取量增加 血壓也可能隨之增高 這是心臟病和中風的一個主要風險因素 而且麵包中的精製麵粉也會使血糖飆升 克洛達斯提醒說 黑麵包也未必好得去哪裡 這位專家自己就會選擇用大穀物和種子的麵包 以達到每100卡路里 至少含有三克纖維的自定標準 第二就是人造牛油 過多食用牛油於心臟健康不利 但是好像人造牛油這些代替品 就未必會更好 在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於2015年 部分實施氫化油禁令之前 人造牛油中的反式脂肪含量更高 結果是壞的膽固醇得以提高 而好的膽固醇就得以下降 但是即使反式脂肪酸已經消失 也並非意味著人造牛油有益於健康 市場上的很多人造牛油 其中含有大量的飽和脂肪 會提高人體內膽固醇含量 從克洛達斯來看 由橄欖油或亞麻油製成的人造牛油 會是更好的選擇 橄欖油只含有少量的飽和脂肪 並沒有反式脂肪 第三樣就是脫脂牛奶 牛奶和含有乳脂的奶製品 是飽和脂肪酸的主要來源 雖然脫脂牛奶可能好一些 但專家仍然鼓勵人上司選擇代替品 例如杏仁腰果或澳洲堅果奶 含有更多有益於心臟健康的不飽和脂肪 大豆、大麻和阿麻奶亦如此 很多人喝牛奶是因為其含鈣量高 事實上很多食物都能幫助人體得到足夠的鈣 杏仁、西蘭花、甘藍、橙、豆類毛豆、毛花果和三文魚罐頭 既有利於心臟健康 亦能為你補鈣 第四樣就是建宜梭打水 建議梭打水可能沒有糖 但仍然會擾亂人體生物化學系統 最近的研究顯示 減肥汽水中的人工甜味劑 會影響我們長度中一種重要的蛋白質產生 不利於防止肥胖和糖尿病 對於清爽飲品 心臟病專家推薦茶 因為它附含有利於心臟健康的化合物 有助於對抗炎症和細胞損傷 紅茶和綠茶 均可以降低心臟病發作和中風風險 另一個不錯的選擇 是一杯加少許新鮮水果和薄荷葉有氣的水 第五樣就是燕麥棒 燕麥棒聽起來很健康 其實未必 例如大多數的 格蘭諾拉麥片棒所含有的成分 遠不止包裝正面所強調的燕麥 堅果和水果 很多同類產品 還添加了糖 人工甜味劑和其他反作用的成分 例如棕櫚油 心臟病專家克洛達斯 更喜歡選擇生的堅果作為零食 對於麥皮 它通常會選擇在早餐時食用 便用乾果或新鮮水果作為甜味劑